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是王炳森 我来讲个风格是只讲干货不说废话 之前我们分析了很多一些名人明星 包括一些这种大富大贵的人 有人就问了啊 这样的命格有什么总体的特征 当然这个特征呢 你要是给他分析的很细致很详细 这个是很难去做区分的 因为不同的命它是不一样的 但是呢从比较高的层次 阴阳啊 五行啊 流通的角度 这三方面来说呢 我们也可以给他总结出三方面的特征 第一个呢就是阴阳平衡 这里说的阴阳 不是指的是天干地址的排序的阴阳 而是指的是木火为阳 金水为阴 所以说木火对比的阳和金水对比的阴 它要平衡啊 并且要坚固四处的阴阳干质的平衡啊 阴阳干质的平衡 这个也要坚固啊 另外呢咱们就知道 纯阴纯阳的八字 纯阴纯阳的八字 它有的它也是有贵气的啊 因为它就是独向嘛 独望啊 从望啊等等 或者是从阁等等啊 这个往往都是纯阴或纯阳的 这种呢它虽然也形成了一种平衡啊 或者一种倾斜吧 但是它的贵气实际上是减弱的 我们曾经讲过很多 包括从敌天岁上看到的一些啊 这种命格啊 比如说富贵双全啊 长命百岁啊 死岁绵艳啊 这样的一些命格往往都是阴阳五行平衡的啊 比如说木火通明要有金水啊 比如说金水并行要有木火等等 都是这样的 第二个呢就是五行平衡 其实五行的平衡就是阴阳平衡的一个表现 就是在细分一下啊 木火土金水的这种五行平衡 当然这个所谓的平衡不是说啊 这个木火土金水都要有啊 并不是这样的 你少一个啊 其实也无所谓 它重点呢要流通啊 要流通起来啊 比如说啊 咱们讲过很多的一些命格 都是从年周月周日周时周 一路流通下来啊 流通相生流转友情 这也是一种平衡是比较好的 第三个呢就是说可能没有阴阳平衡 没有五行平衡 但是寒暖造诗要平衡啊 比如说我们在取用神的时候 经常要可能要调喉 所以冬天出生的人呢 要由火来调喉 夏天出生的人呢 要由水来调喉 是吧 所以说这都是一种寒暖造势的一种平衡 太干燥呢 要稍微细一点 太潮湿啊 比如现在丑月啊 现在丑月非常的潮湿阴寒 要有火是吧 啊就这个意思 夏天生的呢要有金水 冬天出生的人呢要有火 要有木火等等啊 另外呢就是我们说丛格就不一样了 丛格它本身形成一种独特的气势 啊它就可以超脱啊 这种阴阳五行的平衡了啊 除了这种丛格之外啊 这种命局如果湿气太重 或者是灶气太重 都要减贵减负 而且呢往往可能身体上呀 或者精神上都存在一些问题 比如说太干燥了啊 火太多了就暴躁 湿气太大了 往往太阴寒是吧啊 无论是对身体 对精神都不好啊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 比如说阴阳如果不平衡啊 富贵它就不能够两全 五行不流通啊 它往往身体都不好 我们中医都知道啊 这种五行如果不流通 你的气息如果不流通的话 那么肯定你的身体的 某些地方它总会有淤堵 淤堵呢就会出问题 那比如说我们无论是 修行啊打坐呀练功啊等等 都是保证体内的这个气息 它是流通的啊 如果八字寒暖造失是失衡的话 它一方面身体很差 另一方面这个八字啊 这个命格有可能是比较的贫贱啊 或者是非常的奔波辛苦劳累啊 一辈子就不会幸福等等 好了这节课 关于这个大夫大夫的这个命格 如何讲平衡哪三方面的平衡 要注意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